今早我們在庫山臉房聯同法醫 手頭上檢取了的一個 鋪和其他植物進行化驗 在其中一個被檢取的高薪不秀鋼湯煲裡面 發現了一個頭顱 經過我們初步檢驗 這個頭顱屬於一個年輕的女子 我們相信是今次案件中的受害人 但是確實的身份仍然需要進一步的DNA和牙齒核對 另外我們在這個頭顱 靠近耳後面的位置 右手邊的耳後面的位置 發現了一個大約6.5cm乘5.5cm 相信是由硬物撞擊而成的洞 法醫暫時估計這個可能是一個致命的原因 除了頭顱之外 我們還找到幾條的肋骨 頭髮和少量人體組織在高薪煲裡面 現在另外一個細煲裡面 法醫也找到少量人體骨 此外我們警方在今天的下午時份 在尖沙咀區都拘捕了另一名的47歲的中國籍女子 她姓五 罪名是協助罪犯罪 因為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名女子 就是這次案中65歲男子的情婦 而她們兩個人就在這個月較早的時候 一起遭用我身後這間案發的單位 這名女子也都遭用了一個尖沙咀的單位 去窩床昨天準備離港 但是最後被我們拘捕了的男子 也就是案中死者的前夫 這名被捕的女子現在被我們 扣留調查 至於較早前被起訴的 不好意思 較早前被捕的四名人士裡面 有兩名男子已經被落案暫控一項 謀殺罪 一名女子也都被落案暫控一項 妨礙司法公義罪 而最後一名被捕的男子也是死者的前夫 將會在今晚稍後時候被落案一項謀殺罪 四個人將會在明天早上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暫時這個是我的簡報了 現在是法民的時間 大家先舉手這樣講出機構的名稱 每一次的問題不可以超過三題 現在開始 麻煩你 陳Sir 你好 香港012 三條問題 死者在哪一處遇害呢 那私生狀況是怎樣呢 那為什麼在前日沒有發現了一個人頭呢 第二條問題是 警方是不是已經拘捕了所有涉獲人士呢 第三條問題是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會進行搜查呢 好 根據我們暫時的調查所得呢 我們相信呢 其實受害人呢 是在車上面 已經是受窄 他來到這個我身後的屋裡面的時候呢 已經是不清醒的了 至於確實的死亡時間等等呢 這些還是有待進的部調查 至於問說為什麼前晚我們在檢取那個煲的時候 我們沒有發現過頭路在裡面呢 首先我想形容一下這個不鎖鋼煲 這個是一個大約是半米深 直徑有大約40厘米左右的一個不鎖鋼煲 當時被我們發現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煲裡面是 那些液體是滿到頂的 就是都是全滿的 可以說得整個煲 那最高層呢 是有很多層的脂肪凝固了的液體 可以說得是 就是用啫喱的形狀的物體 而也有很多的湯渣 我記得好像有紅蘿蔔 青蘿蔔等等 也有一些肉碎 我相信當時是人體倒極 當時 那當時現場根據法醫和科學鑑證專家的專業的意見呢 覺得在現場那裡進行一個化驗是絕對不適合 所以為了證據的完整性 以及不想令到煲裡面的重要的證物被損毀 我們就決定將整個煲 原封不動的 就由這裡找到去臉房 而等候法醫進一步的檢驗 那麼今早的時候 法醫就 與案有關的事已經被捕 那只要說會不會還有一些進一步的搜查 我們會 因為 暫時我們找到一個腳 兩隻腳和頭腦等等 但其實我們還有很多身體的部位還沒找到 手和身體的鞠幹 主要的鞠幹等等 都完全沒找到 我都明白如果是日子久了 其實對於搜查是很困難 亦都找到機會越來越微 但是我覺得 只要有任何線索 我都不想放棄 我想 盡量希望能夠找到多少多少 我這件事的原因是 因為除了希望令到 兇手在法庭能夠定到罪之外 我都希望能夠給到 死者家屬一個答案 和共渡 我希望死者能夠沉緣得雪 你好 商臺 想問一下近幾天 警方都在張冬奧雲場那邊做搜證 現在找回頭腦 你還說有其他的殘骸還沒找到 其實剩下的殘骸 根據你們所掌握的證據 是否都應該會仲在張冬奧那邊呢 未來警方還會不會有其他地方掌握 剛才說的 其實我們只要有線索 我都不想放棄 至於你說張冬奧那裡 其實那裡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過就知道 要找到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再加上其實被捕的人士 這麼多名被捕人士 到現在一刻都是完全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令到我們的調查是非常困難 我們現在所去的地方 去搜的地方 全部都是靠我們的調查 和情報分析去判斷 所以這個是很困難 今天是在張冬奧雲場 我們都找到下午 都沒有發現 所以我們就收了隊 接下來會不會再去墳場搜 或者去別的地方搜呢 正如我所說 我只要有一絲的線索 我都想繼續做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因為那些屍生呢 就傳播了 我相信DNA都破壞得差不多了 那我相信你們 我剛剛想問 你們會由哪個方向去檢查 令到有關的受害人可以成功進去呢 謝謝 這個我想是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其實都牽涉很多東西 那我們 請你相信我們 我們警方是會用盡一切的方法 一切的調查的技巧 會搜到足夠的證據 希望將有關兇手承治於法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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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它的血 是它危險的 是它難以解的 是它難以出的 是它有近一點 是它的屎臓 有任何猜想 它的屎臓 是否有任何的屎臓 是一切的 謝謝 好,那是 esa the head okay um is a scalp actually it's no skin um or any meat on it so basically the scalp with hair okay and uh as i said unfortunately there's a hole uh on the um right side rear um on the scalp so i the pathologist believe that that should be the fatal fatal attack on the victim it's the torso um we are still working on many many uh clues um once we have any clue we will do a thorough search again to find the torso and other parts of the missing body thank you 我們還在調查中 因為剛剛拘捕了網內 他的背景其實是娛樂場所的公職女子 他應該是認識了案中的死者前夫的父親家庸 做了他的稱呼 他對於這件事是否知道正常所說 我們還在調查中 暫時我們拘捕他就是協助罪犯罪 還有沒有記者朋友想問 好 今天我們的簡報會做導致為止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在身邊 在身邊 美蓮